恒店三万恒飘现状,打牌睡觉或日子,一天七十块只为一夜成名。 我国的各大影视基地都有很多的群众演员,群众演员大多数分为恒飘还有北飘,他们主要集中在恒店的影视基地和北京地区的影视基地。 他们有的是为了圆自己的演员梦想,有的是生活落魄,无论哪种原因,想要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必须得吃平常人吃不到的苦。 想必大家都看过2015年上映的一部电影《武士路人甲》,这部电影和一般的电影都不同,他没有用一个明星演员,电影里所有的人都是群众演员,因为这部电影表现了恒店群众演员的真实生活。 但群演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得有演员证,而恒店有一个机构叫演员工会,专门办理演员证的,只有加入演员工会,才有当群演的资格。 大部分恒飘的生活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苦逼,恒飘刚到恒店,招好住宿,办好演员证,就可以开始接戏了。 他们凌晨4到5点钟,就得赶去演员工会,等着开戏,去完了就没戏拍了。 恒店一家KTV里,群众鱼常倾搂着在片场认识的群众演员,想带他一起回自己住的地方,为了接到更多戏,群众演员往往需要处理好和群众的关系,不同的人方式也并不一样。 完成拍摄后,他们就席地而坐,大家一起吃饭,聊一聊天,炎热的夏季,他们也要穿着厚厚的古装,排队领盒饭,因为天气炎热,虽然有些饭菜已经变味,他们为了不让自己饿肚子只能吃着,一位女群也租住的出租,每天晚上还会看看书,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这位女孩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成为下一个赵丽颖,虽然不知道这样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但是还是忍受着超低的片酬,以及艰苦的生活,每个迟点的工资,都是九块钱一个小时,工资低是根据工作强度来定的,一天下来有七十左右,每天演戏可能只有十几分钟。 但是,一天的时间都要等在那儿,除了玩游戏耍手机就是睡觉,所以一个小时九块钱也在情侣之中,毕竟睡觉都有钱,更多群年及时想的是,我就是下一个王宝强,这点工资也就无所谓了。 横店的物价不低,大多群众演员赚到的钱,在交了房租后就所剩无几了,没有家人的陪伴,横飘一族就是一个大家庭,每一横飘都有自己最要好最知心的朋友。 大家在一起经常聚会并不孤单,横店的群演众多,导致厨房也是非常紧张,出租的房间都是很小的,一个平方不大的房子能给你分出好多间。 不少人为了节省开支,好几个人共足以建筑,没洗拍就是打牌,睡觉或日子,如今在横店影视城里来当春演的已经超过了三万,而且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中,想出来一个十八线的明星都是非常难的, 特别是各个大学里面出来的笑话都想着凭借自己青春靓丽的外貌小博的一个称名的机会,可以说只要你去到横店都是美女如云,甚至已经泛滥成灾了。 有些人甚至是单了十几年的春演都没能等到走红的那一天,横店美女云集,仅二百元的领主戏都遭疯抢,想到明星已经疯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想要成明又哪里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 不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并不在意,只要能够依靠自己热爱的事业吃到一晚饭,就能够继续坚持下去追求自己的目标,这就是他们的全年生活,化成你愿意吗?